旁邊的圈弧度好大 上面的好短啊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大書法家的思考方向 邏輯 跟我們真的還不太一樣 所以成為一個 大書法家 我們在臨體的時候其實在學習他的邏輯 他的美感 他認為怎樣才是美的 一般人都有些人都想說靈鐵幹嘛 其實自創是不可能的啦 還是要先靈鐵 管 靈鐵可以快速吸收這些偉大 人實的美感 這樣才能轉化成自己 的美感 絕對美感不是憑空而造 哪個人天中英才 都不用看別人寫 自己就能創造一個完美的字體 那怎麼可能啊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 先靈鐵 你以後要自己去創造再創造 但是靈鐵這個過程絕對不能免 很多人都一直認為靈鐵 那個是幼稚園做的事 不是啦 靈鐵 歷史好像很有名的王朵 寫得非常好吧 他也是單日靈鐵 一日靈鐵 一日自運 所以其實那一到老的時候 留下好多的靈鐵的作品 都已經這麼偉大了 還是這麼輕了 那我們一般才能比他差的 還自以為了不起 自己創自己創 聽起來其實是有點奇怪 好 雞的弧度 他的 紙啊都習慣 拉得蠻長的這個橫畫 是出現很多次 有時候有出息有時候沒出息 會搞不清楚他試到底要不要出息 因為有時候就有有時候就沒有 其實還是要加一點出息 攻 點 向左邊推 按畫C 抬起來從上面擠進來 然後攻的話 上寬下窄 上很寬 下很窄 然後收扁 廢 點 側 點就是側 橫畫C 這裡就看起來都全部偏輕 有可能鐵的關係 背面的關係 這裡不 這裡不納 不納的話下面那個地方就可以納 就可以塗出去一點 這裡可以保持彈性 抬起來 寫上去 這裡要圓勁 剛才說這裡點 下面這裡就可以納 上面那個納下面就不要納 啊 喔 你 有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